我是周一翔 這是我的飛翔故事 我覺得因為我看到麥克風是國小的時候吧 因為那時候國小籃球隊教練給我看影片 就看到他這人怎麼那麼厲害 就想像他一樣 從美國回來那一年吧 就是那一年其實過得還蠻混混噩噩的 就好像迷失的方向 就找不到目標 對啊可是後來之後 在前年的暑假 就是透過黑哥 就是打那個亞洲盃 對啊自己才慢慢找回自信 然後回到籃球場上 就是既然就是已經 又回到這個球場上面 那就是好好珍惜當下的世界 不要忘記自己的本分是什麼 然後自己的熱情 當初想要打籃球的熱情 我覺得這才是 抱後面才是還蠻重要的 我們打籃球的夢想吧 可以為國家就是做點事情 然後也可以在國家對戰 有還蠻重要的地位 我覺得可以在空中 就是感覺就是 就沒人擋得下來